乾鍋下去炒杏鮑菇 過去我們在講的 為什麼要乾鍋炒杏鮑菇 因為它多糖起 沒關係 所以用乾鍋去炒 它的香味會特別好 所以我們就用乾鍋下去先炒這個 杏鮑菇 所以它炒過杏鮑菇之後 它會有一個水分會出來 我們就用這個小火 慢慢去炒它 我想說這個菇 最主要就是吃這個 它的營養的價值 就是在這個菌散那個地方 還有就是說我們在吃這個菇 這個是整株拆下來 它還有一個頭 我們就在吃這個菇